朱 milestone nenahl 我們這邊都真的很會挺 我要問眼鏡 所以 hatred 我們剛剛 sudah提及 其實他們沒有否決張照相違 要求這邊可以在三間內出證據 要不然的話就是要來跟大家道歉 這個事情是這樣子的 是今年1月交通部退回這四條線 當時行政院長也講了 他採取一個肯定的態度 他覺得這是一個正確的決定 他也說了很多關於捷運的規劃 跟合定應該考慮的事情 所以當時整個行政院的態度 是要退回這四條線是沒有錯的 朱立文先生當時任職是行政院的副院長 在這麼重大政策 尤其他自己覺得這麼重大的政策上面 行政院的態度這麼明確的情況下 他居然是沒有表示任何的意見 或者甚至有採取反對的意見 那麼今天他又把這些東西 提出來做三反三線的這種選舉的政策 這個讓我們感覺到是一個誠信的問題 是一個信心 對他所提出來的政策的一個信心的問題 謝謝 我剛才講的其實就是你可以到網路上去講 當時行政院講了很多的話 在網路上都可以找到 而且都是公開的資訊 還沒有 還沒有 我剛才提出一下 因為今天這個聲音 他有說說 今天三反三線要勾頭 但是我們有持法這個 隨便剛才的選戰跟這套在一起 那暫時的時候 這三反三線也需要有小差 我覺得他這個講法 不是他的真心誠意的講法 我跟你講他現在是要移轉這個焦點 就是對於就是說他在任副院長期間 對於行政院處理 這個退回四條這個捷運規劃的線 他應該要負的這個副院長的責任 他想在迴避這個責任的情況下 提出來的一個一個公投的想法 我覺得他是在迴避這個事情的 真正的本質的所在 所以這個應該是不是真的要勾頭 我覺得你再回去問他一下 好 好 這邊有一個問題 你怎麼看那個 出院長的意料 比上升的 不見過 我覺得這個是顯現出來 就是說我們的選民 對於國民黨 不論是在中央執政或在地方執政 這個 對於他們執政的信心 是在持續的下降當中 好 好 謝謝你們 謝謝